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石头会变成珠宝呢 这与原子能阶以及荧光的现象有关 根据量子物理 原子的能量是不连续的 原子的能量就好像是阶梯一样 原子的能量有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所以原子的能量是像阶梯状态 因此我们称作是原子的能阶 根据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 光的能量也是不连续的 光的能量是储存在一颗一颗的光子里面 光子的能量跟光的频率成正比 光的频率越高 光子的能量就越大 如果原子如果光子的能量正好等于原子的两个能阶之间的能量差的话 那么原子就可以吃掉一颗光子 从低能阶跳到高的能阶上里面去 就好像是从一楼爬到高的能阶一样 但是原子不会永远停留在高的能阶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原子就会回到低的能阶来 当原子回到低能阶的时候 原子就会放光 这就是荧光的现象 在我们刚刚石头变珠宝的实验里面 我们用紫外灯照射石头 紫外光的频率非常的高 所以紫外光的光子的能量非常的大 当石头的原子吃掉了紫外光的光子之后 就可以从低能阶跳到很高的能阶上面去 石头的原子在从高能阶回到低能阶的时候 就可以放出各种不同频率的光 每一种频率的光对应到不同的颜色 所以我们会看到石头会变成彩色的珠宝 这其实是一种荧光的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